讲完五帝本纪之后 接下来欧阳老师来跟大家进入到另外一个 也是非常非常重磅的皇帝 那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的故事记录在秦始皇本纪之中 司马迁在写秦始皇 花了非常多的笔墨 写他的故事 也写他的政绩 也写他最后的结局 那今天这边欧阳老师就是从史记里面 跟大家分享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 那司马迁讲到秦始皇 他说他是自称皇帝的第一人 那秦始皇的本名叫做嬴政 13岁就即位 请你看这个13岁 大概就是一个国中生的年纪 而且当时秦始皇一上来 他面对的局面也是不好解的 因为当时怎么样 有所谓的战国七雄 寒兆魏秦 楚燕秦 互相的在那边攻伐 但索性 秦国当时已经累积相当强大的一个本钱 再加上秦国本来人才资源就多 所以最后 这个嬴政在他39岁的时候 终于消灭了六国统一天下 那秦始皇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觉得只称我叫做皇 那怎么够呢 怎么彰显我的了不起呢 所以他决定把五帝的帝再拿来用 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五帝本帝的帝 因此秦始皇是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后来呢 也就是这么样的沿用了 那其实你在读这个本纪里面的秦始皇 我觉得感触会很深 为什么 你说秦始皇有没有能力 那绝对是有能力才有办法统一六国的 你说秦始皇有没有效率 我跟你讲效率极高 可是很吊诡的是 秦始皇最后他的朝代非常短 短得不可思议 那又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既然有能力有效率 为什么秦朝的国座这么样的短呢 我们就先从秦始皇的施政来看齐吧 其实秦始皇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他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创举 他认为伪酿有所作为 所以首先他第一件事情 怎么样呢 先采取郡献制 为什么是郡献制呢 因为在春秋战国时候 大部分的诸侯都是用分封制 那分封制也就是 会把这些封地封给自己的中亲 封给自己的亲戚 或是自己的亲人 这样的一个状况导致什么呀 导致这个宗族之间 彼此的手足相残 闹得四分五裂 所以勤始皇有见于此 他干脆把这个权力收归在中央政府 因此郡献制就是去强化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 那秦始皇呢 把全国分成36个郡献 好 再来 你统一天下之后 因为之前是所谓的各国 有所谓的七国 大家所用的文字 大家所用的那种度量痕 或者是车子的规格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秦始皇再来所做的就是怎样呢 车同轨 书同文 把全国上下的车辆规格 还有文字全部统一化 制度化 规格化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样做的好处是 往来通讯就变得十分的方便而发达 除此之外他还推出什么呢 他还推出度同尺 全同恒 也就是把各国 不管是长度 不管是重量 这些单位全部统一化 在这些单位全部一致化之后 才完成了统一国家的创举 好 那从这里来看 你会发现秦始皇的政权 是一个极高效率的政权 对不对 非常斯巴达式的 但效率极高 可是我觉得秦始皇 调诡就调诡在什么地方 就是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天下 但是他一直很怕自己被取代 因为他想要的天下是千秋万事 想要永恒的 正因为如此啊 所以他极力的去防堵各式各样 会对他政权所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像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他把天下的兵器全部没收啊 万事王才做得到的 对不对 把所有的武器对他有害的全部没收 没收之后干嘛 把他烧毁 烧戎 然后之后做成十二个同仁 放在他的宫廷之中 那接着秦始皇很迷信预言 所以他曾经听过一个预言是这么说的 王秦者胡也 会让秦朝灭亡的 是胡啊 所以他认为这个胡指的是什么 北方胡人 因此他派军去讨伐匈奴 还有更扯的各位 他怕敌人打过来 所以他开始干嘛 开始派人去修卒万里长城 派多少 四十万人 四十万人 那当时很多人就修卒这个万里长城 修卒到怎么样 筋疲力尽 后来就死了 那就直接就地掩埋在这个城下 另外 他还听从李斯的建议 烧毁了朱子百家的著作 他担心这些著作会蛊惑人民 来推翻他的政权 甚至当时有读书人批评他 他就干脆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给他活埋了 这当然就是我们历史上 骇人听闻的叫做 焚书坑儒 所以你看 我在读史记的这一段 我就发现怎么样 秦始皇他太想要永垂不朽 所以他表面上做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要彰显他的权利 但背后却显示他的害怕与无助 但是这也造成了历史的一段悲剧 在秦始皇本记里面 他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所以这也是司马迁在去写秦始皇当时他的施政方式 刚才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 秦始皇想要千秋万事 做了这么有高效率统一个国的方式 当然也去防堵了人家对他政权的觊觎 那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 秦始皇结局是这样的 他在有一次的巡游当中 不幸突然报病 然后结果就很突发的就病逝了 秦始皇在死之前 他写了这个诏书 要他的大儿子扶书 回来来帮他安葬 其实意思也就是他要传位给扶书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诏书 竟然被他身边的臣子李斯和赵高给篡改 篡改成什么内容呢 篡改成要胡亥即位 而且还下令要赐死扶书跟蒙田 蒙田是当时讨伐的将军 李斯跟赵高呢 他们还刻意去隐瞒秦始皇的死讯 为什么 因为秦始皇的死讯要是一出会天下大乱 他们偷改赵书 一直要直到回到咸阳 再发伤 再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他们为了要隐瞒秦始皇的死讯 所以他们就干脆拿这个鲍鱼 去掩盖这个发臭的尸体 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胡亥即位当了三年的皇帝之后 就被赵高给逼死了 而秦朝最后各位同学 你猜猜看 他们总共几年 才短短的15年而已 离当初发家豪语 说要千秋万事的秦始皇 显然还有一段非常非常大的距离 这就是秦始皇非常悲伤的这个地方 你看他防堵了那么多 到最后却酿成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们不可不胜 发家豪语台瓶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